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对此表示 把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 是对中国搞污名化 中方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近来美国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 这是对中国搞污名化 我们对此 强烈愤慨 坚决反对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明确反对 将病毒同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相联系 反对搞污名化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在记者会上发言人还强调 面对疫情 当务之急是国际社会齐心开展抗疫合作 美国应当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同时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总裁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